嗨 大家好 我是钟丽莱 欢迎大家来到结构耐震设计评估与补偿的系列简报 那我们在之前的这个简报里面呢 会谈到说现在发生个地震了 怎么认定它是不是天灾这样子 那我们在之前的简报呢 是用到2018年的花莲地震 那测站呢是HWA008 那我们是说如果这个地震发生 对于按照100年版的规范设计 然后呢它是不是天灾 那怎么认定 那这个单元呢是探讨78年版的规范 那如果说2018年的花莲地震发生了 那对于78年版 按照78年版规范设计的这个建筑物 那它是不是天灾人 那我们经过这个一系列的那个检讨会 那我们渐渐呢得到一些共识了 那真实的地震呢 真的是有可能啊超越我们的设计地震 那不管说我们的设计地震是哪一个等级的设计地震 是中小度地震 设计地震 设计地震还是最大考量地震 它都有可能超越的 那就是说真实的地震 有可能啊超越我们的设计地震 那只不过说超越的那个幅度 几率那不同而已 那就是说不同等级的地震 很可能超越的几率啊会不一样这样 那怎么认定它是不是超越呢 那我们就利用到反应谱 那当我们真实地震发生的时候呢 我们有车站 然后车站可以记录到地表的加速度 那我们从地表的那个加速度呢 那我们就可以制作反应谱 那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 也有设计的反应谱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非常的量化 那如果说如果我们的真实的地震的反应谱 超过我们的设计反应谱 那我们就视为真实的地震超越设计地震 那么就可以把它认定为啊这个天才 然后第二个共识就是说 我们的专业工程人员啊 这个责任应该是有限的 那不能够啊无限的那个上纲这样子 那怎么界定这个责任呢 那我们觉得啊就是依规范负责 那如果是在规范之内的 那专业的工程人员啊必须要负起责任 那如果是在规范以外的 那我觉得就不应该克责这个专业人员 那不应该有啊专业的工程人员啊 来这个负责 那我们就啊 是个把它这个视为这个天才这样子 然后呢 这边的话是之前的那个影片的一个连结 这样 好 那我们进这个这个单元呢 我们是要探讨78年版的那个规范 那说说我们还是用这个2018年的那个花莲地震 然后呢地震记录呢 那我们用车站HWA008这样子 那我们在探讨78年版的规范以前呢 那我们稍稍回顾一下 100年版的那个规范这样子 那我们知道说它是在花莲县 然后呢这个滴类地盘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设计反应铺啊 这个画出来 然后这个是红色的那个虚线这样子 那这个是100年版的 475年的那个设计反应铺这样子 那我们在这个HWA008呢 也进入到这个地表的加速度 那我们就可以制作 它这个地震记录的那个反应铺 那如果是水平方向的话 我们有东西向的 还有南北向这样子 那各位看到说 当这个T等于0 那T等于0呢 就代表说这个结构是非常非常干硬的 那结构的反应铺呢 就相当于这个地表的反应这样 地表的那个运动这样 那我们看到啊 这个东西向的地表加速度 只有0.2347 然后南北向呢 是0.3430 G这样子 然后我们的设计的 那个等效的最大地表加速度 是0.4544这样 那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只看这个最大地表加速度来看的话 那不管是东西向南北向 都低于我们的设计值 那但是我们不能够以此论定说 这个应该不是个天灾 这个是在规范之内 那工程师必须要负责 那事实上我们要看所有的那个周期 这样 所以这边的横轴呢 就是周期 结构的那个基本周期 重轴呢 就是它的普加速度 这样 那我们经过一比较之下呢 那我们这个东西向啊 在1.5秒到3.017秒的时候呢 它是高于我们的475年 100年版的475年的那个设计反应铺 那南北方向呢 那南北方向呢 是在1.20秒到3.21秒啊 它是超越这个100年版的475年的设计反应铺 那说说在这个范围之内呢 那我们说因为它是超越规范 那不应该啊 那不应该啊 由这个工程的专业人员啊 来这个负责这样子 好 那我们看完这个水平方向的话 那我们看这个垂直方向啊 垂直方向 那我们就发现啊 这个极短周期的时候呢 是超越规范这样 那这边红色的那个虚线呢 事实上我们就是把这个水平的反应铺 乘以三分之二 那我们是按照规范的规定 就是说它是这个进断层区域 所以它的那个垂直的反应铺呢 就是水平的三分之二 所以我们这个红色的虚线就可以有了 然后这个蓝色的那个线的话 就是我们的地震记录呢 里面有三个分量 那一个分量是东西下 在南北下 这个都是水平的 然后呢 再有一个上下方向这样 那我们就发现了 在极短周期 包括最大地表加速度 我们的那个地震记录 都是超越我们的规范这样子 那说说我们就可以把之前的简报呢 做一个中整 那就是说我们是针对 2018年的花莲地震 我们的车站呢 就是HWA008 然后规范的版本呢 是100年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超越规范 就超越100年 475年的那个设计规范的 水平方向呢 大概是0.76秒到3.21秒 那换成 换成这个钢结混凝土的那个建築物的高度呢 大概是22公尺到160公尺这样 那我们再看垂直方向 那就是说极短周期的时候呢 我们的地震记录是超过规范的 那就是说我们的柱跟墙 那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 都把它设定为这个极短周期这样 那就是说在柱跟墙 这个真实地震记录 是超过这个柱跟墙的垂直那个设计的反应图 这样 然后呢 这边呢 是100年的规范 然后已经在啊 这个影片里面呢 就做个说明这样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 就看说在78年版的规范 那就是说我们的地震还是一样 2018年的地震 我们的车站还是HWA008 那如果说我们的现在的建筑物是按照78年版规范来做设计的话 那这边有个问好 是不是天灾 或说它的天灾哪个范围 它是属于天灾这样 那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回顾一下 这个78年的那个建筑系数规则这样 然后呢 这边有这个最小水平这个总行率 设计总行率 那就是V等于ZKCIW 那这边呢 我们就用花莲线花莲4 那因为HWA008是坐落在花莲线 花莲4这样 那个正区系数啊 这个Z就等于1.0 那就是说如果地震比较活跃的话 这个正区系数就比较高 那地震这个没那么活跃 那个正区系数就比较低了这样 然后呢 再来足够系数 足够系数 K等于1.0 那就是说如果你任性比较好 那这个K就比较小 那就是说你就可以用比较小的那个设计地震列这样 那如果任性没那么好 你这个K就会比较大这样 那所以这边有Z 有K这样 那这个C呢 就是正区系数了 那就是说它是跟周期的函数这样子 那如果说小于0.7秒的话 它就是个平台 就是0.15 那大于0.7秒的话 它是按照根号T T的话就是结构的基本震动周期啊 的开方成个反比的关系 那时候说它就会衰减 这样子 那这个I呢 就是用途系数 那用途系数呢 就看说你是这个哪一种用途 那就有可能是I等于1.5 还是I等于1.5这样子 1.5还是1.25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W呢 那就是这个结构的那个全部的那个重量这样 那说说它的那个设计反应谱呢 当然我这个C啊 当然各位看看说 如果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建筑物 用比较大的I 那就是说我的相当于说 我这个比较大的那个设计地震力 相当于我用比较大的那个设计反应谱这样 那说这个设计反应谱C啊 还要用I啊 来这个放大或缩小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 这个正区了 你做到不同的地方呢 你有个正区系数这样 所以它的设计反应谱呢 是Z乘上C 那再乘上I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说 哎 这个我们的设计反应谱呢 就是Z 正区系数 乘上C 正义系数 乘上I 用途系数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的地震力那个载重因子啊 是1.0的话 那我们的设计反应谱呢 就是Z乘上C乘上I这样 那但是我们回头看一下 78年版的那个规范的话 那其中的载重组合 然后呢 对于地震力的那个载重因子啊 是0.75乘上1.87这样 那就说如果我们的载重因子是1的话 那我就直接用Z乘上C乘上I 那如果载重因子是 这个是不同于E的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载重因子啊 这个放进来这样子 那如果说以这个载重组合为例的话 那这个载重因子 这个γEQ呢 就等于0.75乘上1.87 那就等于1.4025这样 那说说我们的那个设计反应谱呢 就是γEQ 地震力载重因子 乘上Z 就是它的那个正区系数 乘上C 就是震力系数 再乘上I 就用途系数这样 那我们就得出来说0.1753 然后但是它有个上 上线就是0.2104这样子 那在这边呢 那在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短周期 跟中长周期的分界这样 那就是说小于0.6944秒的时候呢 它就是个平台 那这个设计反应谱呢 就等于0.2104这样 那大于0.6944秒呢 它是按照周期 基本震动周期的开方 成个反比的关系这样 那就是说它就一直啊 这个递减的样子 那我们在这边看到红色的那个虚线 那就是说 哎 这个就是78年版的那个设计反应谱 那这个设计反应谱呢 已经有把这个正义系数 正区系数 跟用途系数啊 这个全部纳进来这样 那我们在这边会看到 哎 这个就是个转角周期 啊 就是这个短周期啊 跟中长周期的分界 那大概是在0.7秒这样 那小于0.7秒呢 它就是个平台 那大于0.7秒呢 它这个跟这个周期的开根号啊 成个反比的关系 然后这个递减这样 那同样呢 我们这个有车站 这个HWA008 那当然它有三个分量 那东西跟南北呢 是两个水平分量这样 那我们当然水平的分量呢 就用跟水平的反应谱啊 做个比较这样子 那这个绿色的话 就是东西方向 咖啡色呢 就是南北方向这样 那我们看到这个东西方向的话 大概是从0 周期0 到这个6.7秒 这个区间啊 那我们这个地震记录啊 都是超越我们规范的 南北方向一样 从0秒到6.05秒啊 我们的那个地震记录啊 都是超越我们规范这样子 那因为这个房子 这个来自四面大方的那个 那个地表加速度 那所以说我们把这两个区间啊 做个那个联集合 那所以说从0秒到6.70秒 那在这个范围里面啊 这个我们的地震记录的反应度啊 都高过我们的那个设计反应度 好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地震记录反应谱 除上这个设计反应谱 那我们就得到下一张图 下一张图这样 那如果没有超越呢 那这个比值应该是1.0的 那如果说低于1.0 那就代表说我们的地震记录啊 并没有超越我们的规范这样 那如果大于1.0的话 那就代表说它是超越我们的规范这样 那我们来看到说最大时候可以5点多倍加 那就说我们这个2018年这个地震 8年地震 在这个车站HWA008 然后呢它这个地震记录的那个反应谱 高达设计的5点多倍加 那如果说我们稍微看一下 在这个1秒中 周期 基本上周期1秒的时候 哎 它这个地震记录大概就是这个设计反应谱的3倍 那如果2秒的话到5倍 然后3秒的话4点多倍快到5倍 这样 那说说在这个0秒到这个6.70秒的话 它全面高于这个设计地震记录 它全面高于这个规范的 那说说在这个范围呢 应该就是超越规范 然后呢 它这个我们应该可以把它视为 这个天灾这样 好那我们在这边整理一下 那我们的地震记录 那地震事件还是2018年 0206的那个8年地震 我们的车站呢 是用HWA008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 就把它上 看说我们的规范 我们的结构 是按照78年版的规范这样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反应谱 地震记录反应谱 跟那个我们的规范的那个设计反应谱 就可以做一个比较 那我发现说0秒到这个6.7秒 那在这个区间呢 我们这个水平的分量 是高于我们的设计值 那就是说这个 从这个0秒到6.7秒 0秒的话 那就几乎涵盖了所有的那个建筑物 那建筑物不会高到说 它是6点多秒这样 那除非像台北101 它才有6点多秒 那么高的那个周期这样 那对于花莲来讲 我们没有那么高的房子 那就是说对于花莲的那个建筑物来讲 如果是78年版规范 那就是说全面 那我们就说HWA008呢 全面高于啊 我们的那个设计规范 好 那我们来再看看这个垂直分量 垂直分量 那垂直分量呢 是用来做两柱 这个两柱柱墙 做这个设计 那这个78年版的规范的时候 应该还没有考虑到这个垂直地震 那就是说垂直地震 就是给这个结构啊 额外的一个地震 那这个是规范所没有涵盖到 那我们也会把这个 这个今天的那个影片呢 把它放在这个频道里面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频道的内容还不错 还可以 那就是说也欢迎大家 这个送一杯咖啡到这支电话号码这样子 那这个自从上次影片发布之后呢 那我们就陆续啊收到说 这个优格啊咖啡这样子 那你们的肯定啊就是我的动力 那我会陆陆续续啊 把我的心得啊跟大家这个分享这样子 再来的话我就唱一首歌 那我来谢谢大家这样子 谢谢大家 下次见拜拜